農曆七月又到了 在七月一日這一天 台灣大大小小的廟宇都忙著要把鬼門打開 我所說的就是開刊門 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基隆老大公廟 都吸引超多媒體到現場報導 但今天單純的影廁想跟大家介紹的是 在台北市的士林已經做了160 年的事情 那就是開幕門 沒有錯,是真的把墳墓的門打開 讓裡面的好兄弟都出來偷偷氣 是貨真價實的鬼門開 在鬼門開這一天 這裡一共要開七個門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門要開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大家好,歡迎來到單純旅行社 人生就是一場單純旅行 本車前記得按下訂閱鍵 並且開啟旁邊的小鈴鐺喔 單純旅行社與東瓜生命教育協會 從生命裡移出發 我們不斷透過拍攝影片 與不同的來賓進行訪談 希望能夠從多元的觀點 一起探討死亡的意義 打造生命教育的平台 放照一個我害怕死亡的社會 讓不能逃避的死亡 為生命帶來轉變與成長 也讓活著的我們 有機會可以選擇生命的價值 或事件生命的意義 如果你也認同 我們對死亡的反思 以及對於生命教育的推廣 請支持我們 和我們一起創造 正向面對死亡 珍惜生命的社會 捐款的連結 我就貼在下方的資訊欄 一路走來 謝謝你的支持 單純旅行社 我們會繼續努力 說起台灣的鬼越文化 就一定要提到台灣的歷史了 幾百年來台灣這塊土地上 有原本就居住在這塊土地的先住民 而接著迎來了西班牙、荷蘭、日本人 還有大量來自於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漢人 而這些漢人又分為閩南和客家人 而其中還有分漳州、泉州 不同的族群為了爭取土地或者是爭取資源 彼此常常產生紛爭 像是漳州人、泉州人的洩鬥 民眾與政府間的抗衡 這些事情不斷的上演 也因此 這塊土地上常常有大量的死傷 而這些過世的人 不見得有人可以處理後事 因此最後經常是由當地的民眾來協助向後 所以台灣各地都有 像大眾爺、萬山公、友應公、百姓爺 藝民廟這些廟宇 供奉或者是祭拜這些無主孤魂 而清代晚情之後 台灣各地都有為死難者普渡的大型集資活動 一方面是為了安撫這些死去的孤魂 而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夠化解仇恨與對立 演變到了現在就成為了中原普渡 在台北市士林的中原系列活動 它的故事就源自於這樣的歷史背景 每年農曆七月 士林都會舉行四角頭聯合普渡 而這四角頭所指的就是四個區域 分別為 士林街的士林舊街核心街 石牌的中美 石牌 北投 竹子湖一帶 北山指的是平等里 而山自然說的就是藍雅天母一帶 四角頭幾乎含瓜了所有士林區 就像是以前我們去過的基隆中原季 普渡是由不同的姓氏輪流主辦 這裡也是由四角頭來輪流主持普渡儀式 而且也是一整個月都有活動 從七月一日開木門 十四號放水燈 十五號普渡 最後當然就是關木門 而這些活動都跟士林當地的七個萬上堂有關 這一天我們由地方勤勞帶領我們參與開木門的過程 今天的第一站在枝山岩上面 這裡有一座圓拱造型的圓丘 前面寫著同歸鎖 其實這就是一個無主孤魂的木 光這座木就收納了超過百人以上的遺骨 這一座同歸鎖原本叫做大木工 其中所收斂的就是林爽文事件相關的遺骸 而後來隨著時間發展 也有很多羅漢咖 也有很多因為張權謝鬥而過世的人 才改奏叫做同歸鎖 據說後來這裡還發生許多神奇的事情 傳說晚上經過茲山岩這一帶 常常會出現打鬥砍殺的慘叫聲 而隔天還會在墓的外面找到屍骨 但這個墳墓本身看起來並沒有被打開過 於是民眾就請示開張聖王詢問發生的原因 後來瞭解到 原來是因為張權謝鬥的罹難者 死後也不願意合仗 雙方的人馬還是沒玩打架 打贏的就把打輸的骨還給扔出去 忽然民眾只好另外再找別的區域 把泉州級的屍骨牽出去 這裡才逐漸安定下來 是不是很神奇呢? 說真的他們是到底怎麼知道誰是泉州級的呢? 之三岩是鬼門開這一天的活動重點 通常會邀請士林北投49位里長 士林北投區的市議員、立法委員、立林共襄盛局 他們會一起上香祭拜 在兩點整會進行開幕門 象徵鬼門開展開一系列的普路活動 接著我們來到了養德大道附近的 永福里聖宮媽廟 它是橘色烏瓦的屋頂 牆壁上也貼著紅色的瓷磚 外面還有一個香爐和一個小廣場 不說我還以為它就是路邊的土地宮廟 但沒有想到這座居然也是一座無主無分 而這座聖宮媽廟後面其實還有一個空間 鐵門是上鎖的 裡面也收納了很多無名屍骨 而這些無名屍骨分別來自於士林地區 而有的是原本養德大道上抗日人士的一股 接下來大家來看到的是 平等禮的萬善堂跟內雙溪的萬善堂 這兩座都是台北市第一殯儀館承辦的無主墓園 平等禮萬善堂收納的是 整件芝山公園的時候所挖出來的骨骸 而內雙溪萬善堂所收納的是 擴寬大道路的時候所挖出來的骨骸 在士林的這七座木門 在農曆七月的時候 都會進行把木門打開的象徵性動作 依序開這七座木門其實是一件蠻辛苦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說呢? 單程旅行社本來規劃是要在2023年的鬼門開這一天 跟著齊老們一起出發 但萬萬沒有想到竟然在出發之前遇到了磅磅大雨 攝影團隊因為有比較多怕水的器材 只好等到雨比較小了才跟上隊伍 所以我們只看到了四座木 而這七座木園分散在士林的各個區域 而且幾乎都不是一下車就能夠抵達的地點 裡面有好幾座甚至是需要跋山涉水 有的還要經過私人的農舍爬很多的石頭階梯 而且你要想 如果它本身是有石頭階梯還算是好的 像內雙溪的地點 它本身還要經過野溪通過長長的竹林才能夠抵達 這趟路真的不算好走 它必須要花滿大的體力 也因為早上的磅磅大雨 這些路真的非常的凝凝和濕滑 走完四座木園 單旅的團隊真的是又累又喘又狼狽 不過這一路上看著帶領我們的地方勤勞 他們堅持的背影 我們內心真的非常的感動 從有紀錄以來 士林開墾已經超過三百多年 有多少人在開墾的過程當中 因為族群的衝突、疫情、天災而過世 即使他們不被歷史所記載 而我們也早就忘記了他們的姓名 然而,到了現在 還是有人願意為了不認識的他們 堅持把路走完 進行這些儀式 為這些曾經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無阻乎墳 盡一份心力 我一直相信中原普渡就是一種共好的精神 即使沒有姓名 我們也一視同仁為他們進行擊敗 在台灣,除了士林 我相信還有很多地方也都存在了類似的儀式 可那儀式本身並不盛大 也沒有被我們所認識 但仍然有人堅持著用有形的儀式 傳遞的無形的情意 讓人間處處都是溫情 所以大家也許才會因此說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你說對嗎? 你認為呢? 你家附近的農曆七月也有什麼樣的儀式嗎? 歡迎跟我們一起分享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社長小冬瓜 單程旅行社 我們下次見 掰掰